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為大家開箱的是 Sony 2020最重要的旗艦 那這一款是台灣第一款 通過認證的5G手機 那除此之外呢 它在拍照、錄影等各方面 都有非常長足的進步 那接下來為大家一一開箱的介紹 開箱 最上面是說明書 這一支是紫色的 有變壓器 這個變壓器呢 它最高是到18瓦 不算快充 但是呢X1 II呢 它其實支援快充 只是說變壓器速度不夠快 另外呢它這次送的是一個3.5N的耳機 X1 II它讓耳機孔回歸了 這一點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會講 還有一個Type-C充電線 原則上它的所有配件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這一支X1 II呢 它的尺寸是166x72x7.9 它相當的薄 那重量呢只有181公克 它的顏色呢 它有白色黑色三個選擇 那螢幕部分呢 它是使用一個6.5吋的21.9的 Sigma White 4K HDR OLED螢幕 相當的寬 你手持的時候你會覺得它是非常小巧 但是它相當的長 正反面呢都是使用第六代的大清張玻璃 它支援一個叫Cine Ultra的創作者模式 另外呢它的DCI-P3打倒100% 然後它的螢幕呢非常的漂亮 支援植位元的一個色彩調節 也支援IP6568的一個防水防塵 那最重要的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它在上面將耳機孔回歸了 為什麼我說很重要呢 因為如果你是拍片的人都知道說 手機本身的收音其實是不那麼好的 不管你手機廠怎麼去努力 它怎麼樣都不會好過外接麥克風 那傳統來講我們可能說用Type C 還怎麼樣 那通過轉接頭變成又要多轉接一個線 非常麻煩 所以你有3.5的耳機孔呢 你在錄影上相對的方便許多 而且平常使用的一些高級耳機 也可以直接讓它使用相當的不錯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座位Spec 上面這裡那個3.5NN的耳機孔 在機身右側呢 然後有一個電源開關 電源開關本身也具備指紋解鎖功能 在旁邊這裡就是一個拍照快捷鍵 然後按住它就會立刻進入拍照模式 然後再按就會立刻拍照 這個是Pony主傳的一個好用功能 底下這裡呢就是一個Type C的連接埠 它支援PD快充 那也有收運Mine 接下來看機身左側 機身左側呢這邊就支援了一個SIM卡插槽 你把SIM卡插槽拉出來呢 可以看到它就支援兩片SIM卡 同時也可以另外安裝記憶卡 它也支援5G與4G的雙卡雙待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說5G加記憶卡 或4G加記憶卡 那在5G的支援頻段部分呢 它是第一款支援台灣5G頻段的一個5G手機 也是通過NCC認證的 所以說你如果買5G手機怕說不支援台灣5G的話 我個人建議你買Sony就對了 那在機身背面這邊呢 是相當漂亮的一個鏡面設計 除此之外呢 它也支援NFC 它也支援QI無線充電 所以在上一代X1缺少的東西 這台X1II呢 幾乎所有東西都補齊了 而且表現都還不錯 那接下來呢 繼續為大家講它的一些拍照的性化 X1II呢這次呢 先來開發A9相機的團隊來幫忙調教 所以這次的相機呢 它不然在對焦啊 在攝影啊 在錄影啊 在錄影部分都有長足的進步 主鏡頭部分呢 它搭載一個1200萬畫素的 ASMO RS管光元件 它的那個光圈呢 是F1.7 那焦段呢 是24mm 拍攝角度呢 有82度那麼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Sony終於搭載了光學防手震 它之前的相機呢 不管再好 都沒有光學防手震 所以這一點 讓它夜拍跟低光影表現更好呢 此外呢 這個主鏡頭 它的感光元件呢 是使用的叫 雙光電二極體的感光元件 它可以非常快又精準的對焦 它的自動對焦系統 總共有247個相位式偵測的自動對焦點 可以含外70%的感光元件的區域 而且從自動對焦到按下快門 只要0.03秒 相當的快 除此之外呢 它在旁邊這裡 還有一個超53D的鏡頭 所以你還可以搭配它來拍 人像景深模式的照片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第二顆鏡頭 第二顆鏡頭 也是一顆1200萬畫素的鏡頭 它的光圈是F2.4 那它的焦段是70mm 就是我們講的人像鏡的焦段 那它的廣度呢 是34度 而且呢 一樣支援光學防手震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第三顆 第三顆呢 是超廣角鏡 它一樣採用一顆1200萬畫素的 行動專用的感光元件 那它的光圈呢 是F2.2 那焦段是16mm 廣度呢 有124度那麼廣 比一般傳統的超廣角鏡頭 除了118度來講 Sony的廣角是真的廣 那除了鏡頭厲害以外呢 它還搭載了 為這次手機量身打造的一個 菜式鏡頭 它還做為一個菜式T度模 這樣你在拍攝的時候 會減少耀光這種情況發生 那另外呢 它在對焦部分呢 每秒呢 它還可以連續的 總共60次的一個重複的對焦運算 所以不管你是拍人或拍動物啊 都還能有眼控對焦的效果 之前X1呢 才開始有眼控對焦 那這一次的X1 II呢 不但人類也有眼控對焦 連動物都有眼控對焦 更多Xperia 1 II的實拍 請看下方文章連結 那在錄影部分呢 它還支援了Singmatography 然後4K HDR的電影錄製 而且它支援24幀 25幀 30幀跟60幀的一個 錄影 而且它一樣支援光學跟電子防手震 所以在錄影的時候 它的穩定性非常非常好 此外呢 在錄影部分 它也加入了一個智慧風聲過濾器 在戶外錄影的時候 它的風噪會比較少 那接下來我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硬體規格部分 它的CPU搭載的是高通S865處理器 現在目前市面上最快的處理器之一 而且它是支援5G 那它的記憶體部分呢 它搭載8GB RAM 256GB ROM 系統是Android 10.0 電池部分呢 它搭載4000mAh電池 對Sony來講算相當的大 而且它支援PD快充 還有QI無線充電 無線連線能力呢 除了5G以外呢 它有支援Wi-Fi6高速無線傳輸 所以在連線能力可以說相當的全面 那螢幕部分呢 它是搭載一個 21-9的SY6.5吋4K HDR OLED螢幕 這是專門給電影使用的 像我們一般拍片 1920x1080都是16-9 但是大戲院的大片的話 它的比例其實是21-9 如果你用這支手機看21-9影片的話 剛好可以完全的滿版 上下是不會有黑邊的 這麼長的螢幕呢 它帶了幾個優點 第一個呢 機身尺寸變窄 就拿起來變得比較小巧 那第二個呢 可以使用它的一個多工 就是雙螢幕的一個功能 譬如說你可以一面回Email 一面看網頁查資料 都相當的方便 因為它螢幕也支援HDR 所以不管你拿來看U2 或看Ephys 都有相當不錯的視覺享受 那它的螢幕上下呢 內建了兩個立體聲喇叭 還支援不比ATOMS的一個音效 相當的震撼 剛剛講完了所有的外觀跟硬體規格 那接下來我們到戶外去 做一些錄影拍照的功能實測 好接下來我們直接來戶外 為大家實測一下Sony Xperia 1 MacBook 它本身的拍照錄影功能 有哪些厲害的地方 首先呢我們先從對焦的部分看起 那之前X1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知道它有人眼對焦 那這一代呢它更靜靜的就是說 它的對焦速度更快了 大家可以看到說現在在畫面上 我的人臉是被框框框住的 而且我的眼睛也隨時都被對著 而且不管是我這樣子轉 我只要臉一出現的時候 它馬上就會對到我 然後會跟著我走 有沒有 它的對焦速度是非常精準的 X1 II呢它本身還有一個非常不錯的功能 就是追蹤對焦 物體大部分不會是只靜止的 它可能是一個不跑的小孩 會動的寵物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用追蹤對焦的方式 對焦就相當方便 以這個為例 好 那我現在對準它之後呢 只要在我的範圍內 動 對焦點 它都是持續追蹤的 X1 II也內建了一個 景深虛擬模擬的拍照功能 因為它搭載一顆TOP3D的鏡頭 那現在呢 我直接測試給大家看 現在是完全沒有景深效果的狀態 那現在有開啟虛化鏡頭的一個效果 然後再加上效果拉到最大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我的背景 都已經有虛化效果 我個人是覺得這次X1 II的一個 衍生虛化效果非常非常自然 然後切邊也非常整齊 好這次的X1 II呢 它引進了Zony Alpha相機團隊的一些技術 請他們來幫忙調校 所以這次的拍照錄影部分也進步很多 尤其是它裡面有兩個應用 一個叫做Cinema Pro 然後一個叫Foto Pro 它都是一個非常專業級的拍照錄影應用 接下來呢 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兩個應用有什麼好用的地方 好大家看到現在這個畫面呢 就是Foto Pro的一個介面 左上角可以看到它有一個Auto 我們可以切換模式 跟單眼相機一樣 我們這邊可以設定P模式 S模式 還是手動模式 在這邊呢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水平平衡 還有快門速度都可以做調整 光圈是固定的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調明亮度的話 那可能從曝光值 或者是ISO值去做調整 接下來我們看對焦模式 現在看到的是單次對焦 我們也可以選擇連續對焦 然後也可以設定手動對焦 剛我們設定了連續對焦之後呢 我們再開啟半眼快門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對焦點 就跟著物品一直持續的對焦 它整個覆蓋呢 面積高達70%那麼多 那接下來繼續看一下 畫面左下角可以切換焦段 它總共有三個鏡頭 分別是16超廣角 24半鏡 70算人相鏡的焦段 除了切換以外呢 點擊旁邊的焦頭 就可以這樣子放大 放大放大 放大 這一段就變數位變焦了 比較可惜的是說 它在24到70呢 它並不會有一個過度 直接接到70 而是你可以一直 數位變焦到70之後 你就自己手動切過去 如果說它加入一個 直接過度切換到下一顆鏡頭的話 我覺得它的效果就會更好 好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是SIMINA PRO 就是Sony的專業錄影程式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整個介面呢 都是以一個專業錄影概念來呈現 以現在這個為例呢 整個畫面是21比9 可以看到左右兩邊邊框 它就是16比9的一個畫面的一個範圍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去做 邊框的一個設定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可以設定解析度 也可以去設定每秒幀數 都可以在這邊做設定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風格 那點下來你看到 這個就是Sony它們自家 非常引以為號的一些 常用的一些風格設定 你通過風格的設定呢 你可以拍出各種情境 然後各種感覺的一個影片 個人建議啊 如果說你自己要拍的話 你還是新建一個專案 然後你才能去調整風格裡面的細節 不然的話它的所有的素質 都是固定的 除此之外呢 我們一樣可以調整鏡頭焦距 我們可以設定看要哪顆鏡頭 16、24、70都可以 對焦 對焦點看你要手動對焦呢 還是手動對焦 那整個參數呢 都是相當的一個專業 Sony自己放出一些官方影片 就是找一些電影導演 用手機直接拍微電影 效果都非常好 就是因為這是手機 它在錄影方面表現相當不錯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一下4K錄影的溫度上升比較 那在一樣的條件下 那個我們跟iPhone去做比較 那用4K高畫質去進行錄影 大概錄到5到7分鐘之後呢 X1、2它會出現一個過熱部分功能 停止運作的一個警告訊息 如果再錄久一點呢 它可能會因為過熱而是用跳出 結束運用 這部分呢我覺得Sony在散熱部分 可能還需要再加強一下 X1、2它搭載了StaticShark 5軸穩定系統 這是一個光學與電子防手震的錄影機 穩定系統 那開啟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右兩邊的比較 穩定性差很多 好看完以上的測試呢 相信大家對於Sony Espira 1 Mark II 應該有基本的一些了解 以這支手機來說 它是目前Sony 所有能塞的所有最好的東西 就全部塞在這裡面了 但是你說它完美嗎 我覺得它距離完美還有幾個步驟要走 比較重要的是第一個 它還是有發熱問題 你在外面如果錄4K影片的話 只要錄幾分鐘 它就已經開始跳出警告了 我覺得Sony在散熱這部分 還是需要下比較大的工夫去做 因為講實在話 我們現在流行還是以4K錄文為存 那你錄不久 那其實認真來講是相當的困擾的 那第二點就是說它的價格比較貴 它是一些很強的硬體堆料堆出來 那再接上鏡頭啊 技術啊什麼的 所以它價格貴很正常 加上它又是一支5G手機 我是覺得在價格方面呢 算還OK啊 是算偏中上 如果說你要享受現在最新的Sony這種黑科技的話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跟上一代比 不論發熱問題沒有解決以外 它幾乎解決了8萬之前的所有缺憾 不管規格啊表現啊 都相當不錯的一支旗艦 我是電腦娃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與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無目的 ف阿托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